李小璐喝水被枪住,一旁的明道傻眼了,大家注意力却放在最后一张。 明道和李小璐热聊,看上去两人心情都非常不错。 李小璐活动现场喝水一下子被枪住了,无嘴咳嗽,险些走漏大好风光,放大后李小璐的手上留下了一道红色的液体,吸引了大家注意力,引发了网友热议,网友留言,你吓到明道了。 李小璐抬头仰望,表情是很难受的样子,旁边明道被突如其来的这一幕有点不知所措。 李小璐尽照,网友惊呼,脸又变了,你怎么看呢? 明道,1980年2月26日,本名林朝璋,身高183公分,是一位台湾男演员与歌手,也是明道工作室老板,跨组偶像剧,时装剧,古装剧及武侠剧等各类戏剧的拍摄。 因主持旅游节目《冒险王走红》,并于2004年评该节目获得第39届金钟奖文教资讯节目主持人奖,成为史上最年轻获得金钟奖的主持人。 2004年涉足影视剧至今已拍摄多部戏剧及电影作品。 高中时参加《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猜》粗广难选拔的单元,因而被星探发掘。 2002年以《冒险王》主持人身份正式出道,带领驻观众在世界各地冒险泛南,两年的冒险旅程,让他走遍大半个地球且逐渐走红。 2004年以《冒险王》在众多资深主持人中脱颖而出获得第39届金钟奖。 文教资讯节目主持人奖的殊荣,成为史上最年轻获得金钟奖的主持人。 2004年加入183Club即首次参与戏剧演出,在天国的嫁衣饰演成海诺依角,获得许多观众的青睐,几年后更轮番在中国各地播映。 收视连连告捷。 2005年王子变青蛙饰演一位严厉无情的饭店总经理,因车祸失忆而变得善解人意。 角色前后极端的个性,被他发挥得十分准确,证明了在演技方面的潜力。 收视率最高达8.52,平均收视率6.99,打破由F4和大S主演的流星花园保持的偶像剧平均收视记录。 这剧集保持的收视记录直至2008年才被由陈乔恩,阮晶天主演的《命中注定我爱你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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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参与《爱情魔法师》,新《苹果乐园》,《天使情人》三部戏剧演出,在《天使情人》中更易改有钱角色的形象,饰演一位从乡下来的淳朴青年杨天佑,其演技备受观众及导演邓安宁肯定。 。 2007年初扩张演艺事业版图,至中国拍摄由张恨水小说《现代青年》改编的年代剧《梦幻天堂》,年终结束拍摄《回到台湾将领》演出校园剧《鹰野3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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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成立名道工作室,回台拍摄导演程孝泽指导的电影近在咫尺,与彭于燕,郭彩杰,怨心语合作。同年7月与杨锦华合作拍摄三位电视剧《钟吴燕》。在2010年中与年底分别获选中国十大帅哥第一名,即获得香港十大一助奖。 2011年初与新生代女星宋纪妍一同代言女用内衣品牌雷戴斯,并拍摄中国古装剧《美人天下》与张婷、张晨光、李小璐等演员合作。 4月中旬赴意大力拍摄个人写真书,于7、8月发行。接著拍摄个人第三部古装剧《王的女人》,饰演历史人物项羽,已于7月拍摄完毕。 同年10月与海南拍摄《天使的幸福》,与刘诗诗即将与陈合作,2012年1月杀青。 2012年2月15日入伍,陆军2131梯,新训地点宜兰金六节营区。 2012年3月26日加入陆军一队,受训地点为台北大纸装甲县兵营三军一队及训队,接受为期四个月的训练,7月23日结训测验合格,正式成为陆军一队的一员。 8月11日的空军节上,完美无缺地完成了公开操演任务,成为活动上最吸睛的人,同时也成为史上第一位在中华民国国庆上表演的艺人。 其精彩表现为双十节一大亮点,得到全台最MAN艺人、国军代言人等赞誉。 11月2日,飞碟电台特邀身为陆军一队的明道接受访问,明道以其优异表现与正面形象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被电台专访的现役士兵。 2013年1月15日退伍,结束11个月的军旅生涯。 2013年3月,与孙丽、张毅、张晨光、乌军梅、朱音等实力派演员出演《辣妈正传》或《辣妈成长记》,在居中饰演医生抱帅。 7月11日,筹备多月的明道工作室第四部作品《如果我爱奶》在上海低调开机,这部剧由明道主演监制骗人。 2013年12月20日,明道推出个人首张国语专辑《失恋美学》,并于2014年1月11日和季佳松联合举办了斗阵俱乐部音乐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